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 然後就在我父親母親的帶領下 就過來這邊開始工作學習 開始學習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我都一直生活在天津 然後除了大學那幾年去了省陽讀書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扎根在天津 應該算半個天津人吧 甚至我娶了一個天津老婆 所以說應該不是天津老婆 應該是一個天津姑爺吧 我現在在外面跟他介紹 我都說我是天津姑爺 老婆兩個孩子 也都是一直在跟我在天津那邊生活 所以我對於天津的感情還是比較濃厚的 從2000年左右到現在二十幾年了 一個人人生有幾個二十幾年說實話 所以我說實話 我現在對於天津的感情比這條件還要深 是吧 那就是為了讓您身體好一點嗎 對嗎 你要有不好受的隨隨站就說話 行嗎 嗯 那情況有沒有 都聽好了 行 好的 都會有的時候在路上走 都能碰到自己的患者跟我打招呼 就很遠遠的跑過 啊中醫生中醫生是我是我 在那個時候就會比較有 那種社會責任感吧 就是有時候比如在工作當中 有時候遇到一些年輕人 他們就會問我跟他打氣 你是哪裡人啊 你是香港人 澳門人還是哪裡人啊 我說沒有我是台灣人 而且我說 你看我就說他台灣人吧 你看他講話就是這個樣子 有點像走進偶像去的感覺 他說對對對 聲音有點像 長相就不像了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能治好病的就可以了 他說可以可以 他說那以後我講話你們就 雖然很溫柔 但你們要聽 我跟你們說的話不能當作耳旁風 知道啦知道啦 然後就跟我開玩笑 把那個關係很拉近 但是有的時候在產房的時候 孕婦那個時候比較痛嘛 但是該生產的時候 我講話他們就會覺得說 怎麼來了一個講話 就這麼溫柔的人 有點不習慣了 我就說 沒關係 不習慣沒關係 只要你們配合我們 所以把小朋友生出來就好了 然後他們就 反正對我的台灣腔還是比較 比較喜歡的吧 這樣可以給到他們幫助 甚至有一些阿姨就 剛開始會覺得說我講話不清楚 但是慢慢的多聊幾句 他說 欸你是哪裡來的小伙子 然後跟他聊天 就說我台灣來的阿 然後反而就是他們會跟我開始聊 除了他生病以外的事情 比如說 老伴阿兒子阿怎麼 開始跟我一些聊天阿 訴苦阿抱怨阿 我覺得 除了給他們 因為住院嘛 他們住院本來事情就煩悶 然後可以多聊天 他們可以吐吐苦水阿 好像也蠻好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自己的這個強調 好像還可以給到 大家一點幫助 就還蠻好的 感覺啊 感覺啊 要感覺自己要是覺得說那個 太難受了 出發東西 頭暈什麼的 跟我們說給輸點液 你知道嗎 如果老父的話 沒有營養的話 那個那個電解質混亂的話 你也不好受 就那個時候跟台灣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就剛好就聊到了 就有一次我在這邊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的時候 那我碰到台灣一個老醫生吧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很碰巧就剛好看到我 然後他就很驚喜 看到我說 欸怎麼會有一個台灣的一個 一個年輕人在這邊工作 他說哇 那他其實很羨慕我 然後就跟我聊了一下 就是說那你這樣的話 然後一天的樣本量 可能抵到 得抵我們一個禮拜 甚至更多 因為患者多嘛 可能他台灣一天看十一個 我們這邊可能一天都也看一百個 甚至比如說他一天做三台手術 我們一天做三十台手術 因為樣本量多 所以說 告訴我說 那我可以趁現在的時候 多積累一些樣本量 一些手術的一些基礎 一些手術的經驗 然後 在這邊當一個好醫生 然後好好學習 不僅可以當年輕當醫生之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回台灣 多幫助一些手術的幫助的人